-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澳門的行政長官預料說這幾日很快就會收到國家文旅部有關廣東省旅行團可以來澳門的通知。 他說9月時,他就向中央要求希望先恢復廣東省旅行團來澳門, 但10月廣州開始有疫情,而廣州佛山深圳是廣東省旅客的主要市場, 他說自己無氣旅道,認為可以先向廣東省無疫情的地方招收團客, 廣東省旅行團來澳門順利後,將會向中央申請另外三省一市旅行團來到澳門。 而11月已經是內地恢復來澳門的電子簽註, 何一誠就講道,說內地來澳門的航班每日上座率十分之高, 證明旅客是有需求來澳門,希望今個月和12月活動可以吸引更多人來到澳門。 他說澳門航空亦都準備好加密航班,希望與旅遊業界共同努力, 令到旅客量可以逐步穩定回升。 而看完旅行團的相關資訊後,另一點就是講講大賽車, 由於現在每日的日溫旅客都是不足兩萬日, 原本政府方面期待大賽車可以刺激到旅客量, 但現在是很難達到,不過長遠來講希望都可以在節日做好相關的隱客引流量工作, 另外亦都會向中央繼續爭取恢復其他省市的團體友。 另外政府因為沒有盈餘特別分配, 就連續三年沒有向央積金特別注資7000元。 議員李梁汪問政府會不會有其他支援措施, 譬如增發勁老金和殘疾津貼, 又會不會設一個制度讓養老金和最低衛生指數掛勾呢? 而行政長官何一誠回應就說, 就這個央積金特別注資問題, 經濟財政司司長之前回應不再重複, 而增發普惠性措施暫時無作考慮, 但強調他說居民如果有任何困難, 政府一定會有一個兜底支援。 而對於生活有困難的家庭, 他講到政府已經是有一個恆常機制去保障他們生活, 1.向低收入家庭發放經濟援助。 2.對於未符合申請經援近貧困的家庭提供援助。 3.為舒緩非自願失業人士生活壓力提供援助。 4.對殘疾人士發放殘疾津貼和延續照顧者的津貼先導計劃。 5.對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提供援助。 6.對醫療援助的機制。 最後再講的是數字經濟。 可曾提到澳門是一定會發展數字經濟的, 希望社團可以幫助長者適應。 同時提出數字經濟是一個大概念, 認為5G可以落在工業、零售等方面。 但提到日後發展數字經濟可能會減少勞動力、減少就業機會。 譬如無人駕駛就會影響的士司機的生計等矛盾問題。 但數字化是一個必然要走的路來, 世界亦都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這就是和大家更新的小部份內容。 大家對上邊的資訊有什麼看法呢? 就在下面留言和順手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